来自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昆殿市的12岁华裔选手罗崔芬 以一首《你的答案》 成功夺得水里方碑中文歌曲总决赛 青少年组冠军 我是来自一度地下的参赛者 如崔芬表示 她是遗传了母亲喜欢唱歌的才能 五岁便爱上了唱歌 小时候母亲经常鼓励崔芬参加各种唱歌的活动与比赛 而此次参加水里方碑各场比赛 是她参加的第一场国际性比赛 根本没想到自己能夺冠 崔芬还讲述了当时参加比赛时的惊险 她表示由于比赛是以实时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 但没想到比赛时价里突然停电 小小年纪的她迅速调整好心态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与状态继续比赛 另一名同样来自印尼居港市的17岁选手唐德欣 凭借一首表达对父亲感恩与思念至情的歌曲《老爸》 获得青少年组的鸡君 德欣表示她从三岁起就喜欢中文歌曲 唱歌对她来说是表达心情的一种方式 在父母老师与当地许多华社的支持下 德欣参加了多场唱歌比赛 尽水利方碑她都参加了三次 在每一次比赛我们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表达不一样的错评 如果我们七次参加那个比赛 我们在最后的比赛我们可以拿到了那个机会 翠凤与德欣都希望 翠凤与德欣都希望 未来仍要保持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 不断尝试挑战与提升自己 同时也要提高汉语水平 继续追求歌手的梦想 明读新闻采访吧